好 夏日来临又到了让所有小朋友为之欢呼的暑假 想要让小朋友在暑假能够放下遥控器以及不再滑手机 救国团在7月4号就开办了充满了欢乐 趣味意志的小小博士夏日儿童成长营 暑假期间开始了 想要在宝贝暑假能够放下遥控器不再滑手机 救国团从7月4号开始办理充满欢乐趣味意志的小小博士夏日儿童成长营 救国团总干事宜的要员表示 小小博士夏日儿童成长营已经持续办理了26年 深受家长以及小朋友们喜爱 课程包括多元认识 邀请动法大学外籍生介绍自身的国家 带领孩子们认识不同的文化 科学去会玩 从小开始培养好奇心 从生活中慢慢认识基本的科学原理 让小孩子知道科学其实与生活息息相关 从谁邀请动感街舞王 Rodin Ups 知名街舞教师 激发孩子们舞蹈潜能 让孩子们能够舞出自己的风采 其实来到这边认识到小朋友 然后首先就想要推广街舞的文化 然后包括说身体的运动 还有身体的运用 最主要就是他们能够喜欢街舞的这项运动 然后把我所学过的任何一个风格 去介绍给小朋友他们 让他们爱上这个街舞的文化 参加街舞小朋友每个都是相当活泼 希望和老师们好好学习 创新的街舞技能 我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 很好玩 因为那个 因为我们可以跳街舞 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我会跳一点点 我原本就好带跳芭蕾了 我也有 我刚才早有跳 花龄中生学习中心为孩子们打造多才多样的学习环境 在7月4号到8月26号全程40天的小小博士 夏日儿童成长营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点到下午5点 让必须上班而无法陪伴小孩的爸爸妈妈 得以安心工作 课程全面提升孩子们的人际沟通 以及智能的发展 记得终于观众 大家看到 lingerie的 别有点 大家看到 我们会有点 咯